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5号星期五 昨天我就说我99%认同江苏省的通报 但有一点我不认同 就是结婚证上 那个人跟现在的八孩妈不是一个人 就这一点上来讲我是不认同的 昨天咱们有一个网友 不在说 他说他是一个画家 对吧 他说作为一个画家的一个尊严 就是说我们画家画画的时候 就会解构 解构这个人的话 就一看这两个就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那么我也有这么一个观点 那今天有网友 也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 来支持我的观点 就是说这俩不是一个人 就是什么呢 他发来的 这是在河南 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 王光英的这个照片 好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花梅和这个董什么 他叫他老公吧 结婚证上的照片 这是小花梅日常的一个照片 然后这是他的妹妹 你看这俩人看着 就跟一个模子客人一样 是不是多像 然后这个时候 你在看这个谁 你在看现在八孩妈的照片 八孩妈 你在看八孩妈的照片 这是八孩妈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这意思了 就是说 对吧 这是他在结婚证上的照片 你看跟他妹妹怎么想 你在看跟八孩妈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也是觉得 就是说这个小花梅和这个八孩妈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 那这个DNA检测怎么出来的 为什么跟这个王光英 不是 这个跟那个光某英 跟他这个妹妹 检测完了之后 是同父异母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他到底留了什么 然后还有 我就先就 我先就怀疑这个DNA检测 是2020年的时候 当时留下来的那东西 你知道吗 是不是那个东西 还是真的 就是从八孩妈身上拿的 关于这点来讲 反正我是有 我有这个疑问 但当然了 还有一点 就是说 你看这个 你看他这个照片的话 和他的话 他这个眼距 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这也是事实 这点 我也承认 好不好 然后 我刚刚还找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没有了 我刚刚还找到了 就是说 现在八孩妈 在精神病院的时候 他们给他照了这个照片 所以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 为大家看看 他同父异母妹妹的照片 和他结婚证的照片 然后你再看看他 我只能说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我只是 就是说目测 对不对 我目测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 好吧 所以我对这点 就一直都有疑问 就对这点是有疑问的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理应 我现在看来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理应 是吧 但是就是说 这两个怎么回事 我希望中国政府 如果实在不行 他就要中央政府 或北京政府了 因为现在江湖省的报告也出来了 就是北京能不能派人去 对这个做一个说明 或者说 就是说通过照片 或者更好的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对比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 就是说你认为 这两个是一个人 对吧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是不接受的 我们也不接受 知道吗 如果八孩妈真的就是说 你给八孩妈照一个类似这样的照片 这俩一看 我一看 这真的 这是姐脸 对不对 这俩看着都比较像是一个人 对不对 你看他 你看他那妹妹 对吧 和他就比较像 好吧 反正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那么也就是说 就是说最后这1%我接受不了 就是说你们看看 当然人家说你接受不了你谁 是不是 但是反正我接受不了 我就希望你们看看 能不能再给一个更好的一个说明和说法 好吧 然后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光拿两个照片做对比 就下结论也为时过早 所以我也不能说我能证明什么 我只能说我不太能够接受 好吧 我这说算是比较含蓄 还有一点跟一些网友道歉 伤害一些网友的玻璃心 也网友说 你也不能这样 我们认为他是理应的话 也不能说我们就是恨国党 是不是 我们也不恨这个国家 也是为了国家好 我说那好吧 好吧 我也是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人情绪比较激动 弄得我昨天也有点激动 也有点情绪化 好不好 也不是所有人就都怎么着 好吧 但是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应该 冷静下来看一看 以前其实我也不明白什么叫恨国党 我以前总觉得他编这个词 就为了骂人家 知道吗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到了这个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觉得也不是说你一定是恨国党 但是的确确的有 所以我希望你在听别人的一些说法和意见的时候 你先感受一下 你觉得这个人他爱这个国家吗 他爱这片土地吗 他爱这里的人民吗 还是就真的在那卸私分 就我老 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一看我老婆说 这人是不是 我老婆就跟我说 说这人在那卸私分 我也觉得是 真的是 是不是 你看一看 实际上有一些自媒体真的在谈这些中国问题的时候 就跟在泄愤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的恨 你能看到那种咬牙切齿 你知道吗 那种责物 实际上你是能看得到的 知道吗 就是说 所以所谓的恨国党 充满了这种怨恨的怨念的这种人 是存在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谁都是这个帽子也别满臭甩 但是这种人的确是存在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我们自己要小心 因为我觉得爱会传播会传染恨也一样 你明白吗 你像你如果多听像死用记这种充满了爱的这种频道 对不对 你慢慢的不断的就会被你死用哥的这种善良去感染 对不对 如果经常听那种就是说那种咬牙切齿 那种恨他们弄死他们的那种视频的话 你可能就那个什么了 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人就是装的特别的 就是说暴望岸然的 特别和颜悦色的 然后教给你怎么去恨这些人 你能不能去分开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反正我个人是这么个观点 但是也对那些 就是说玻璃心的小伙伴 给大家一个歉意 伤害到你的玻璃心 不是说你是恨国党 你看你怎么能够多么会道歉 听完这种时候心情好说多了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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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